来到市中心一路上放影望去一整排的妇产科 省府在周边设置了六个专位孕妇 约有六岁以下儿童者的停车位 但随着疫情的关系 妇女看诊及打疫苗需求量大 金融市议员陈怡、张之豪和张浩瀚 联合向市府争取 希望再增加专用停车格 今天我们年轻的议员呢 还有我们蔡思英服务处的秘书 都来关心我们金融市的妇幼停车格 现在因为也是解封了戴口罩的政策 很多小朋友他们去幼儿园 他们都会脱口罩 脱口罩很容易就会有肠病毒 或是弱弱病毒的出现 导致这边的小儿科诊所 通常都是很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来看诊 但是却没有很足够的停车空间 今天我们几个议员来会看 希望有很多的应该是足够的妇幼停车格 能让这些家长来带孩子来看诊的时候 能停到位置 我们刚好一一路 这一条是我们最多妇产科诊所 还有小儿科诊所都集中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妇幼的使用率相当的高 那陈寅议员上任上一届 他就已经在这边建议了好几个 把原本的停车格做成妇幼停车格 但是其实发现到实用的需求相当大 所以我们的期望能够再增加 那现在今天我们就是在这边再继续的 让妇幼停车格的空间更友善 因为在不论是孕妇或者是在小朋友 其实骑摩托车毕竟还是比较危险 那当然就想要比较想要用开车的方式 那我自己现在也确实是 有几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那现在我们议会也有其他的年轻的 这个议员也有来 其实需求我们自己 议员自己本身都有感受的到处 确实是如此 那我们就也希望能够让季隆 这些妇幼空间能够更友善 一路的诊所跟小额科这边灵力 所以说市府在早期的时候 就已经规划了六个的路边的孕妇 部级育有六岁以下的儿童专用停车会来服务孕妇跟有需求的民众 那因为近期在港公司这边东山市的旅行服务中心的停车场又设立起来了 那我们市府这边也重新评估将路边停车格重新做一个盘整 那发现信山新市路还是有机会来做这个专用停车格的设置 所以说这一次也就由议员跟议会的这个建议 我们在信山以及信市路部分也再增加两格的专用停车会 来持续服务这个有需要的民众 那达到这个友善的城市 除了富佑专用停车格不足 信山路周边商家也反映 机车都没有地方停 民众抱怨有时候随便停反而造成行车危险 市政府这边本来就不能停 这边机车位远中不够 那其实大家都塞在那边 其实你看塞在那边塞在巷口 其实在车子进入跟转弯都会有危险 是不是帮我们规划一些 机车跟汽车共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做使用 那可能早上这个地方机车停靠的 这个使用率可能比较高 那晚上汽车使用率比较高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讨量性说 如果这个地方它可以有几个停车格 它可以变成说也可以用机车跟汽车 时段共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是不是可以来解决 解舒缓一下 因为有的解决有点困难 因为这附近真的没有机车停车场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能不能来舒缓一下 这是中心区一些机车停靠的 上面的一个需求和使用 有关这个商家民众有反映说 这个机车位停车格不够的问题 那议会这边也有建议说 有没有机会朝汽车公用的部分 分时段来供汽车 分时段来停放的部分 我们这个部分市府委会纳入 一并研议做一个检讨 那因为事实上停车会是很有限的 那怎么样有效的最大的利用 这个停车格的使用 也是市府比较关心的 那这部分因为涉及到 停车格使用跟调查的部分 我们会再来做演绎 实际来到一一路一带 富佑停车格几乎被一般 没有证件车辆占用 市政府强调将会取警方加强取缔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导